姑姑 大风收了 怎么还愁眉苦脸呢 就是风收才不高兴啊 姑姑 风收了就只得见了 去年节的少 你们也赚了不少 果子看起来不错 你挑水果的功力 是小九清传的 你来挑吧 那这家就要半磅吧 叶华君 你来了 刚好 今天中午我们吃枇杷 要一起吗 阿丽趁她找身体 你就给她吃这个 你喜欢吃吗 喜欢 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素材 这个枇杷还要不要 要 好 你看看这个 快看 行 这就这么好 亲家会来啊 你看 这小娃娃馆咱们姑姑 叫娘亲吧 是啊 还把这男人叫父君呢 姑姑 姑姑回来了 这两条鱼啊 是小的孝敬姑姑的 姑姑回去断了 将养将养身子 多谢 她一个人照看儿子 确实该补一包 去做饭吧 姑姑 你明明知道 明明知道我不会做饭了呀 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你连天雷的劫都立得了 我看好你 咱姐我饿了 姑姑 你找我一条小命吧 我是米谷书间 我最怕火的呀 我知道啊 但我又没让你 把自己当柴火去烧了 阿里又饿了 我实在想不明白你 明明青秋是个仙香 却被你治理得像凡剑一样 男更女之的 见不到半点仙淑倒法的影子 是 若什么事都用仙术来解决 那不是太没意思了 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 我还想着什么时候 给他们备个战场 让他们意思意思 互相打几架 免得闷坏了 那都挺有趣的 到时我捡几名天将 来给你出出信 我受伤了 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吧 姑姑 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 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 那屯子怎么办 米谷 苏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 说青秋出了不得了的大事 可我找不到她姑姑 那这样 你去狐狸洞口贴个招式 就说狐狸洞需要雏娘 现在就用 好 我现在就去 这样就好了 烧个火添个柴总会吧 再多点点水 先夫人尾时好厨艺啊 将叶华君调教得如此好 不对 她们的夫人早已魂飞魄散 今日提起来 岂不是奸人伤疤 她同你一半 谁会在我做饭时 烧火天产 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 太太君启山 怎么活下来的 怎么不说话了 我怕你伤心不知道说什么 素素 你看都伤心过头了 都将我叫错了不是 你去过东荒吗 东荒 东荒 我 昔日我和十六师兄去东荒玩 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 猜到我是司鹰 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 来狐狸洞常住 想要找回师父的仙体 这么看着我干吗 一脸心虚的样子 是 没有啊 你这个菜快做好了 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 先不管他 我就不幸 完了七万年的事情 能被他查出来 好 我就再要为 再要为阿滴就变成皮球了 变成皮球多好啊 这样为父带你回天空时 都无需疼人 将你团起来滚一滚 就能滚进你的情人殿 不知是坏人 不知是坏人 刘吉你倒是找了好靠山 没事啊 倩倩 来 你要多补一补 阿黎 来 你要多补一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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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一顾叔叔你要多补补 嗯 天倩 替我批出个书房处理工文 你要处理工文 我要在这儿小住几日 米谷 去把之前四哥的房间收拾收拾 好 我现在就去 来 来 米谷 过来 姑姑 是要睡了 都睡了 小天孙每晚还时入睡 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 事实亲力行为 什么时候走 这倒没说 姑姑不是说太子殿下 是来算账的吗 米谷倒是怕 怕什么 米谷听闻 九重天一定找莫淫上神的先宗 有七万年了 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啊 姑姑 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 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 那米谷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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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 好 bek